这么回事 知道吗 我们跟梵蒂冈谈判也是 梵蒂冈认为 梵蒂冈开出的条件是很苛刻的 觉得你中共比较多的妥协 你才能接受我这个条件 中共告诉你 梵蒂冈同志 方继各同志 您的条件 我们连看都没看 我们就他妈先答应了 反正我也没打算做 从签协议 从跟你谈判的那天起 就是骗你的 孙雷 现在就给你挑明白了 就是没骗你的 我都他妈答应你了 你保护谁 保护那个都答应你了 就是不干 签完了 你给我背书 然后我去抓人 都推到你头上 你要的条件 一个都实现不了